这个电影把我的呼吸都带走了 太紧张了 挺揪心的 达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效果 然后高潮叠起的 叙述的方式非常细腻 我觉得完全已经进入这个剧情当中了 就是结局还比较意外 我觉得非常棒 整个剧情还是很有心意的 反映了很多现在现实中男女 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现况 让我看完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震撼 那我觉得如果要100分来打分的话 我给这部电影85分 我给98 我觉得95分以上 就剧情再加上命跟刘宇辈的演技 综合起来应该有80分 100分肯定是100分 可以打到98分 然后另外2分留给他们下次合作 120分 给高导打分的话 我可不敢打分 我自己在里面的表演 我可以自己打65分吧 就是行路在奔跑那时候被刺了之后 差点哭了嘛 男生是不能哭的 所以没有哭出来 就是已经热烈一框了 北润撞飞那块 真的是觉得那个音乐和那个画面太美了 所以打动我的其实是就是在Ring误会刘宜飞 而刘宜飞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觉得那段挺打动的挺感人的 到现在我的眼睛还是红的和肿的 我觉得好像有点意犹未尽 行路会捅的那一段 就特别特别疼 然后我就感觉她在那儿牵着 然后我们就觉得出了一身汗那样 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就这个地方应该也在于 一方面是那个Ring跟她父亲的感情 还有刘宜飞跟她父亲的感情 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的点睛之笔 非常感动 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热泪盈放了 男主角站在窗台的时候说 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回她 看到那个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太感动了 眼泪就下来了 对行路这个女主角的人物形象比较深刻 刘宜飞这次演得好豁出去 没想到曲度会那么大 演得还挺好的 此次她第一次 而且就是那种浓妆出镜 觉得她突破挺大的 Ring在里面我觉得特别可爱 Ring的表演非常非常地准确 非常非常地细腻 第一次求婚的那个场面 很让人感动 虽然刘宜飞没有答应 但是我觉得Ring已经做得很真诚了 已经大动了我 王学兵的表演比较精彩 电影嘛她表战都是两个极致 要不就金钱 要不然就爱酒 钱半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在 就是都觉得很矛盾 金钱跟爱情的考量当中 就是一直都很冲突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有钱的是鬼推磨 这个主题很犀利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的诠释了 现实就证明 其实绝对是情比精尖 然后就是真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通过这个片子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 从这个电影的内容情节当中 有了自己的答案 情肯定是比精尖的 导演很好的在这个线 社会传达一种价值观 就是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进电影院看 《露水红源》这部优秀的电影 《露水红源》这部片子 绝对值得您期待 希望票房大卖 各位女生的男生 任何各位男生的女生 刘一飞 有着非常不错的表演 希望大家到影院来支持 支持正版 只有在电影院里面 才能够感受到的这种电影 带给你的影响和魅力 谢谢 不错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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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